中国已经倒闭了五家银行 银行存钱有风险 有三种情况 银行倒闭了 你一分钱都取不出来 不懂银行存款风险的人 到时候很有可能存款打水漂 忽都没地方 所以爱存钱的朋友 在往银行存钱之前 请你一定要把这个视频看完 而到时候存到银行你的钱打水漂了 忽都来不及 大部分老百姓来说 存钱就是自己所有的理财方式 在我们脑鱼部的眼里 银行无疑是最稳妥最靠谱的 这话没错 但是随着现在开银行的门槛降低 银行的数量是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除了六大国有银行外 还有将近四千家的银行 开银行其实就是跟我们开公司是一样的 都是需要参与市场竞争的 如果你经营不散 一样的会面临倒闭的风险 所以银行存钱的风险 你也一定要了解清楚 现在已经倒闭了就有五家银行 这五家银行分别是海南发展银行 汕头商业银行 辽阳农村商业银行 和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 包商银行 大部分银行破产的原因是 坏账率升高 值不抵债 辽阳农村商业银行和辽宁太子河村镇银行 是因为银行内部股东的问题 其中一家银行 就说是因为银行的四个股东 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前任行长还被逮捕了 这时候我们最关心的肯定是万一银行倒闭了 我们存进去的钱还能取出来吗 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这个还真不好说 2015年银行为了保护储户的存款安全 是通出了存款保险条例 规定保险索赔上限是五十万 意思是在银行破产后 最高赔出金额是五十万 如果存款超过了五十万 大概你是拿不回了 第二种情况是 如果你被银行工作人员忽悠 买了别的理财产品 那银行是不会赔的 有些没良心的 专门忽悠不懂得上年纪的老人 去买一些理财产品 债券基金等等 除了存款类产品 一旦银行破产 那你都得不到任何赔付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 没有购买存款保险的 银行倒闭了 是不会赔付的 所以你在存钱的时候 切记要留个心意 转发给我们的亲人朋友 保管好我们的血汗钱 你这样的你拍不到的才怪 六月份的时候 我们报了五月份的整体的 这个外贸数据 当时是怎么报的呢 是一到五月 我们整体的外贸数据是增长的 当时我做了一期节目 我说为什么只报一到五月份呢 我们想知道五月份就可以了 当时看了一下数据 我们知道五月份的外贸数据呢 不是特别理想 所以我们报的是一到五月 整体是增长 当时我做节目还说 我说如果六月的外贸数据 还不理想的话 恐怕报的就是一到六月 我们外贸数据整体是增长的 结果我们看 果然刚刚报的外贸数据 就是今年上半年的数据 我们来看一下 你要仔细一看 六月份的外贸数据更差 我们来看一下 海关数据显示 以美元计价 中国六月份出口同比下降 百分之十二点四 前值是下降百分之七点五 我们看这个下降幅度是越来越大 外贸的出口连续三个月下滑 这对我们的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任何一个经济的这个数据如果连续三个月下滑 往往就会形成趋势性 所以说这个外贸从目前来看好像还没有其稳回升的一个迹象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美之间脱钩的意向比较明显 尽管美国口口声声说我们不会脱钩 我们不会脱钩 但是从贸易数据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来看这是六月份进出口的这个各个国家的总值表 我们可以看我们国家贸易第一的是东盟 第二是欧盟 第三是美国 整体的数据就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跟美国之间的数据在不断的一个下滑 三架马车如果都哑火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中国经济想迅速起稳回升的这个难度比较大 所以投资者呢应该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心理的准备 就是我们要有一段时间过苦日子的准备 中国历史上最牛逼的上访谁干的 上交大干的 1947年十一点上交大教育经费 上交大一听你怎么不给钱 不给钱能行吗 举行什么 罢课上访 三星明大学生集体罢课要到南京上访 南京一听我说下坏了你知道吧 我说你们可不能来啊 这你们上访成功了 那下面的学生不得都来上访来对吧 可不能让你们来 怎么办呢 我阻挠你上访 知道阻挠的办法是什么吗 我不卖你火车票 你上海到南京 你什么牛逼你走过来啊 上交大同学一听 走过来那是我们的风格吗 我们是上交大 我们是有机械系的学校 自己跑到火车站 偷了一个车头 偷了27个车体 自己组装火车 自己开到南京去了 后来 这个火车 光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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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到了苏州 南京直到老 卧槽 自己开火车过来的 太他妈惨暴了 这也对吧 这他怎么办呀 赶紧开会研究 下面的一个小兵 出了一个办法 他说 你看他开火车 不得有铁路吗 咱把铁路给他拆了 他不就过过来了吗 上架的同学到那一看 我操 这能难得我们吗 我们是有铁路系的学校啊 干嘛 把铁路重新铺上 就又排过去了 知道吧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对自由的向往 你的心了 大家看见没有 今天晚上 开始刷人了 今天晚上没有多少人 大概就是一拆两拆人 有可能是一两拆 看着这新闻没有 连杀六口人 村官把人家地给占了 人上北京去找去了 被当成精神病强行给关起来了 给治疗 然后把腿还给人打折了 老父亲含含而终 三年以后回来报仇了 连杀六口 唯独把小女孩给剩下了 想再撒那四口线 没来得及 警察来了 看见这个没有 在这里我啥都不想说 我只想说好 干的漂亮 那他妈规矩都是给懂规矩 和守规矩的人定的 那王法都是给老百姓定的 不包括王呗 都说只抱不住火 可是有伞的人 也不仅遮了风挡了雨 也还抱住了火 老百姓身张正义 就成了他们口中的刁民 老百姓维护主权 那都是扰乱治安 给你当精神病 给你关进来 强行治疗 现在这社会 都咋的了 缓缓相扣 到他妈门扣我们老百姓 这办公条件是越来越好 但是老百姓办事 是越来越难 这高速公路是越修越多 他干部和群众的沟通 距离是越来越远 通信水平也越来越高 老百姓和群众的联系 是越来越少 一直刷新政绩 但是难刷清立志 百姓困难 百姓丢 四交未宁静 垂老不得安 头仗出门去 同行为心酸 这人叫人千声不语 或叫人点头自来 现在这社会 这他妈是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的时代 我正一瞅 十个领导 他妈九个笨蛋 还有一个是他妈精神错乱 在村民眼里 那村干部 简直就是一个 不齿余人的流氓 该终于有人 为老百姓出气了 我们老百姓啊 都不同意这人判死刑 都为他就去 这狗懒的村干部 该吃吃了 该喝喝了 年也过完了 人家都是送礼 这回有人送礼上路了 你他妈应该回头 跟人说句谢谢 屁 屁